好,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道死活题 这道题黑棋先走 近煞白棋 那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棋形 白棋这儿有眼味 然后黑棋这三颗子呢 又被白棋给包进去了 如果说就这么死了 那白棋很容易就火 所以说黑棋一定要在这儿 多想想办法 那这道题黑棋其实 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冲啊 你不冲断那也不行 白棋反冲过来 黑棋下一手断 但是呢白棋接下来有一招手筋 就是这个一路尖 这路尖之后黑棋一打吃他站上 黑棋不入气 挡下去那这个气也不够 但是接下来黑棋 这里的先送死就起到了作用 关键是紧住了白棋这几颗子的气 黑棋下一招 可以点进去破眼 这个时候看白棋怎么办啊 他如果说挡下来 吃黑棋追颗子 那我就再扑 等你再提 黑棋再扑紧气 因为白棋不可能再提了 再提的话 黑棋这么一打一沾 黑棋再一走 里面已经形成一个倒霸骨 白棋死了 所以说黑棋扑这个的时候 白棋肯定是要站上的 那黑棋可以再打 等白棋提掉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黑棋只要再往下一冲啊 那这两口气 白棋都不入气 局部白棋就已经被黑棋杀掉了 所以说这个走法非常的巧妙 当然白棋还有这个反抗的手段啊 比如说你这个点在这 白棋不倒 他选择粘 这样的话 自己的气稍微长一点 不过你粘在这的话呢 黑棋就不着急去连回了 因为你连回白棋一补 把这四颗子一吃 他走在这就行了 那白棋还是火的 这个时候黑棋一定要先打 先打之后等白棋粘上 里面变成一个刀霸舞 然后黑棋再把这个连回 这样白棋局部还是死棋 当然这个棋还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当你冲断完 白棋小间联络之后 黑棋这个先点的次序 先问一下白棋 这手棋是最为关键的一手 你不要先去打 先打就没用了 先打被白棋粘上 你再去点 那白棋一定是挡下来 这样黑棋再断上去 白棋提掉 你再铺一个白棋粘上 你再打持 白棋再把这颗子一提 就相当于刚才走成这个形状之后 黑棋没有往下冲 而是走到这个团 那这样的话白棋瞬间火起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解 就是黑棋先冲 冲断完之后 这个紧白棋的气 然后再下出致命的一路点 就温流化了 我是不是 喜欢腮流化了 你不可以做什么